我是张泽川来自青岛 现在目前在洛杉矶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认知与行动力 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叫说 我们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那么我们是在通过对我们健康的认知 让我们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认知 让我们用上了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产品 那么通过对于我们可以链接150个国家的平台 让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个财富的自由机会 可以在这方面完成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影序倍增的收入 管道式的收入 让团队让业绩进行倍增 因此我们对于领导力和自己潜力的挖掘 不断的挖掘有了一个认知 那么共识从我们的童年的一个愿景 到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 发现自己的使命感 天命感 让自己能够说找到挖掘自己的内在的 为什么从不仅是从外外面去求这个健康和这个财富 而且上进入深入的进入到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内心的愿景一可能是一辈子哈 不仅是使命可能是一种到最后一种天命 你这一辈子都想要完成的事情 可能平常因为随着生活啊 很多很多事情会发生 你会被世界这个发生的事情 磨掉你的弄脚 磨掉你的这个忘记了自己的愿景 忘记了你自己的使命 但是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因为看到了这么多的优秀的 企业家 普通人都在这里成长了 看到他们的成长 我们呢深入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 找到我们为什么 我们到底是要什么 才能在这个 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说 我们如何把自己的使命和天命呢 跟杰斯这个平台紧紧的 这个牵在一起 那有我们说 如果你用了这个产品 见到平台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 不让你分享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是你会停不下来你的脚步 因为为什么 这个分享不仅是说 我去只是分享一个健康 分享一个平台 而是分享你为什么要做 分享你自己的一个希望 分享你童年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们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我们在通过认知产生了 这个行动的动力 也在行动当中呢 去再次验证我们的认知 一直到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 都融会贯通到你自己的心里面 你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你的眼里面的所发出来的光 你从内心里面对我们团队 每一个团队的这种爱发挥出来 凝聚从五个字 就是感恩 奉献 爱 感恩 奉献 爱你的团队 因此呢 无论我们会包容 我们会呢 这个 持续的就是给自己机会成长 也给伙伴 机会成长 让他们产生一种什么 和谐的一种气氛 奉献 感恩 我们不仅是要感恩我们的 这个上级领导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把我们带到这个平台 而且我们同样 要感激我们的 这个晚进来的伙伴 大家都是在平台上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上拉下带 左帮右助 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快乐 分享的不仅是产品平台 共加是分享我们的这种 快乐的这种气氛 最后就是奉献 奉献呢 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 提升我们的服务 上次的这个爱莫老师 给我们讲的课 从产品到最后呢 就是一个服务体系 现在到了21世纪了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也已经你上网站上去看 这个服务体系 就是说不再去卖产品 而是卖服务 然后呢 又到我们的这种 分享经济里面的体验 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通过我们的服务 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的能力 提高我们奉献的能力 靠这五个字 你所所愿所求 一定都可以在杰斯的 这个舞台上发光 所以说现在我们 提高我们的认知之后 我们再去看人 也不一样了 我们会像中国藩一样的 去点将 他只要是不需要你讲话 看你一眼 他就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在杰斯里面 我们看啊 他的脸色 我们知道 他用了多久的白粒 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 尤其是Luminous 我们的这个内服外用 尤其是我们的这些 这个 这个 护肤品 这个胶原蛋白再生的 通过你的脸呢 就能看出来 通过但是 还有通过你的这个眼睛呢 如果你就能看到 他的 他是什么病位 他在杰斯里面 做到什么什么样 真的 你自己的所想的 你的眼睛藏不住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到自己的 从我们的心里怎么想呢 到我们的表现出来的 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仪态 都反映到 因为一切来源 就是我们的心态 就是我们如何平常 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提高我们的纬度 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认知 在系统里面 真正发挥出我们的力量 在行动当中 验证我们的相信 谢谢大家